Economics Money Business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商业 我们这一讲要讲商业计划书 在商业计划书中 你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请描述你的企业 它在哪些方面与众不同 第二个要做的 自定明确的目标 这样你的进步更容易衡量 第三个要写出 你有没有出售的产品和你的一样 他们的售价是多少 你的产品有哪些优势 第四个你要分析 你的顾客是谁 他们为什么会喜欢你的产品 他们是通过什么途径 了解你的产品的 第四个 第五个呢 就是你需要培训 设备材料或者场地来启动你的事业吗 这些大概需要花费多少的钱 就是你的项目启动和运行需要多少的钱 最后一个 你的产品定价是多少 你期待的盈利是多少 你如何实施计划呢 首先请其他人仔细阅读这份计划书 确保里面没有错误或者遗漏的信息 然后把这一份计划书符印并分发出去 通过你的计划书说服投资者 给你提供资金资源或者其他的好的建议 当然你可以在计划书中用具体的数字来描述 你们受欢迎的长度 例如在YouTube上有多少订阅量 从你的商业计划书里看 你们确实具有归还借款的能力 这样我才会借给你钱 最后呢 这是一份多么清晰明了的计划书 你们当然可以在学校的音乐教室来排练 你不光要写个计划书 而且你要排练 怎么样来回答那些投资者 怎么样去有所这些投资者来 愿意拿出自己的钱来投到你的项目 这个不光要写计划书 你还要反复的排练 再加演讲 然后跟别人讲 不能像我们这个课似的 我这个课几乎就是没有排练 就是这样讲 一个计划书呢 简单就是这样完成的 通过这个六项 下面呢 我们要讲 做一个企业 你首先要有营业制造 注册你的公司 然后注册哪类公司 这些一些问题 你的公司要有官方的授权 也就是说你要有营业制造 明确你生活的地方 有哪些商业法则 比如你要开一个书店 网上书店 你首先要有工商业制造 同时还有文化管理部门 颁发的经营书籍的许可证 你没有这两个证是不允许的 工商制造你可以容易得到 但是那个书籍的 经营许可证 你要去得到那个 工商才能给你发制造 这一点很有必要 你可以可能需要办理的相关许可 或者去政府部门进行商业注册 才可以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内销售你的产品 不是很多随便什么产品都可以拿过来就卖的 要经营许可 不论你打算在哪里出售商品 想一想你可能需要找什么人来咨询办理相关的业务 比如说你要在学校门口开一个快餐店 出售你的绿色早餐 那这个是否需要得到校方的允许呢 想要在城市的广场经营一个水果摊位 那么需要获得当地的政府许可 或者是城市管理部门的许可 不是随便可以就在那地上摆摊卖水果的 必须都有许可 要想要在集会期间提供宠物美容的服务 那请要先征得集会组织者的同意 我们现在说政府的注册 企业成立的时候通常要去政府部门去注册 我们就说的那个是工商局 在进行注册的时候 你需要选择你的企业类型或者是结构 最简单的一种企业 我们叫做独自企业 就是所谓的那些个体户 就是你做的生意很小 你就是独自企业 你自己经营个个体户 这个独自企业呢 只有一个人来管理的企业 在一些国家呢 这是唯一一种允许18岁以下未成年人经营的企业 所以你今年是十岁半 你现在如果想注册企业的话 你只能去申请这个独自企业 就所谓的个体户啊 18岁以下嘛 需要提供的书面资料 这个独自企业很少啊 企业个人享受全部的经营收益 减去需要支付的税费啊 企业需要向政府缴纳一部分钱 这些钱被称为税款 在创业的初期 如果产品销售一般 你可能并不需要交税 比如说你的营业额一年才两万 你就不需要交税啊 但是一定要遵守你所在地区的税法规定 更多关于税收的知识 我们后面会讲到啊 就是你要办营业执照 你要讲清楚你呢 是要申请什么一种企业 有独自企业啊 这个独自企业 还有呢 叫做有限责任公司 承担有限 有限承担责任的公司 还有其他类型的企业啊 我们讲讲啊 大致讲讲 所以大多数的企业呢 是独自企业 其中很多企业非常成功 但是这种企业有一个弊端 独自企业有责任和义务 偿还企业在金融中所有的资产损失 这叫做无限责任 就是你成立这个个体户 你这个独自企业 假设你发生亏损的话 好像比如说亏损了一百万 欠了别人一百万 你就要完完全全的承担 偿还别人一百万的责任 因为你是无限责任的 就是你要把你的房子卖掉 住的房子也要卖掉 去还那个人的钱 嗯 所以呢 这种企业就不是太好 嗯 什么样呢 更好呢 下面就是 有一些企业呢 可以为了规避这种风险 通常 他们选择了一种 叫做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叫有限责任公司 叫有限责任公司 如果一家企业是有限公司 那么就是你一旦出现这种风险的时候 你只承担你有限的责任 比如你注册的公司是一百万 你或者是二十万 好像是有限责任公司呢 最小的注册金大概是二十万 假设你就注册了二十万 那么你如果生意赔了或者有损失的话 你只需要承担二十万的责任 甚至我那公司亏的没有钱了 我也不承担责任 他不会让你卖掉你的住房 来偿还那个债务 因为就有限二十万的责任 我只承担二十万的赔偿 如果我没有那二十万的赔偿 那我就不赔偿了 他不会让你卖掉你住的房子 但是呢 这样独自企业就不行 你要欠了别人的钱 你自己偿还不了 你就要用你的住房 你所有的财产去赔偿 所以你注册一个公司 要注册这种有限责任就更好一些 大部分公司都是有限责任 还有其他一些 在大多数国家呢 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权被分割成等份股份 这些股份由股东们持有 企业会将利润分配给公司的股东们 就是这样有限责任公司呢 他不像独自企业 只有你一个人 他呢是有几个人 最少有两个人 才能成立这样的公司 然后每个人拿出一些钱来 大家合伙成立 然后共同承担风险 共同分配利润 还有其他一些类型的公司 比如说合伙公司和独自企业很相似 但是合伙企业是有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合伙人 共同经营 共同收益 合作社 合作社呢是现在呢 广泛存在于那些农民 他们成立了合作社 企业在所有权属于每个经营 他的成员 各成员合作生产合作经营 利润平均分配每个合作社的工作的成员 就是他们几个农户 我们都擅长于种地 但不擅长于销售 那怎么样 我们几个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合作社 然后呢 共同呢找一个人来帮我们做销售 然后我们统一的价格来进行出售 有计划的出售 这就叫合作社啊 还有一个就是特许经营 我给你讲那个例子 就是肯德基 他就是特许经营 你吃那些肯德基店都不是肯德基自己开的 都是授权给别人 别人投资了 然后他来帮助经营 授权他生产 利用肯德基的品牌 然后呢授权他生产 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者呢需要向总店支付一定的费用 才可以使用他的商标 专利技术等等 这是一种风险很小的企业模式 因为企业的经营理念 已经被证实可以盈利了 但现在投资肯德基也不是能挣钱的 非盈利企业 非盈利的企业 那还有一种企业 这种企业呢 所有的盈利将用于公寓事业 这种性质的企业 通常是一家慈善基金会 或者一所学校医院 养老机构 好 这一节呢我们就讲完了 接着我们就在说下面 做正确的事啊 在独立的人一样 像独立的人一样 企业也应该遵守公正做事 而且尊重人和自然 这就是企业的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 企业也要讲究德行的 不光我们人要讲企业要 为了确保企业的经营 合乎道德 企业家需要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就是企业要不仅要 你的企业要有商业道德 不能坑洞拐骗 不能卖假货啊 不能卖过期的东西啊 还有呢就是你的企业要遵守法律法规啊 比如有些东西不允许卖 那你就不要卖 武器肯定是不要卖了 是不是凶器 不能要卖对不对啊 嗯 还有企业呢 要遵守呢 要合乎道德啊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 我的企业将会如何影响呢 嗯 我的企业会消费多少的水和电呢 对周围是否有环境的破坏呢 这个是要你考虑的啊 尤其要成立那些化工厂什么的 首先问题就是一个环保问题啊 尤其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发展 那么对于大家对环保的仪式越来越重要啊 还有我的员工我如何呢 对待他们呢 嗯 你看很多现在很有名的大公司啊 他们呢把那个 公司建的很好 苹果公司 谷歌公司 联谱公司 好到什么程度呢 啊 他们可以吃住睡都可以在那里啊 所以有的员工就不愿意回家了 因为在公司里呢 上班的地方啊 吃喝玩乐什么都有 健身娱乐啊 免费的一日三餐 他做的非常丰盛 全世界各地的美食全都有啊 然后还有健身房 娱乐室 然后还有睡觉的地方 他们睡觉的地方很美啊 嗯 谷歌好像一个大球啊 躺在里头 然后一起盖上盖 你就在里头可以睡觉 所以他们很多员工都 不愿意回家 在那里多好 吃住 什么都有 而且环境非常有美 啊 谷歌公司就那样 脸部公司也是啊 谷歌公司就那样 所以他靠这个呢 来善待 你的员工 让你免费的 愿意在留在公司里 加班 你还不需要付加班费 而且呢 这样的人呢 不容易跳槽 一旦跳槽 他会把你的技术带走 嗯 好 就是你要如何对待你的员工 嗯 金融企业实际 我的感受呢 除了你创造社会价值 你的人生价值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对你的员工负责 嗯 所以负责就是你要让他们跟你一起陪伴你 这个在一起的占有 你要让他们有好的收入 啊 让他们能够养家户口 啊 活得更体面一些 啊 还要尊重他啊 啊 好了 嗯 还有一个是周围的社区 我的企业对附近的 我的居民 我生活的城镇 甚至整个世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啊 嗯 像阿里巴巴他有个口号 就是 让生意 嗯 不再难做 他确实做到 啊 让生意都很简单 放上网上就可以做了 嗯 嗯 还有呢 顾客 我的产品将如何改变顾客的生活 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个 都是你企业今后要考虑的问题 合法 就是可行的吗 企业法律 国家法律给企业制定了合法与不合法的标准 一些企业为了赚钱做了一些合法 却违背道德的声音 比如出售香烟 虽然是允许的啊 但它总是不是一件好事情 是不是啊 嗯 所以说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们公司生产并销售香烟 你想要一些吗 科学家和医生已经证实香烟对人体有害 你为什么还要做出售这类东西呢 因为你需要啊 难道不是吗 商业存在的意义不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吗 如果我需要一枚炸弹 你也可以出售给我吗 你不会 因为贩卖炸弹是违法的 虽然香烟对人体有害 但是出售香烟并不违法 啊 但是呢 你要出售炸弹 那就是为了啊 所以呢 企业有的时候还在那个边缘 它合法 但是呢 它又不是那么好啊 不是那么好 比如说卖香烟 卖烈性酒 都不是一样好事啊 好 越过界限 有的时候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 你会遇到一些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形 这个时候考虑这件事情是否合理 可能有意义 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是商场关系中 用来判断企业及消费者竞争者各方面行为的 是否正当的标准 你觉得下面这位经理的做法是否越过了道德的限制呢 嗯 有一种呢 是合理或者是合法 嗯 比如说这个经理 看到了员工 晚上下班的时候 他没有把保险规锁上 嗯 但是呢 他就善意的提醒 你忘记了给保险规上锁了 这种情况不要再出现了 员工就会很愿意接受 他真的很抱歉 下次不会再发生这种事 以后一定再 不会再让您对我失望 但是呢 有的经理呢 就会发火 你怎么这么愚蠢 这是 这真是我见过最初心的员工 怎么会把保险规忘了锁了呢 员工 你从他发火 那他们就会很难受 所以说他说 嗯 我真的是非常抱歉 嗯 他为什么总是这样刁满 嗯 但他内心呢 还是有低处清晰 那么还有一种呢 嗯 经理呢 就会把东西往地一摔 嗯 破口大妈 你这混蛋 怎么会这个保险规没有锁呢 嗯 所以对这样的保险规没有上锁 我很抱歉 但是你不应该这样的侮辱我 嗯 嗯 那个经理说 嗯 你这混蛋 怎么这么愚蠢呢 怎么笨蛋呢 嗯 员工就会说 嗯 你要再这样侮辱我的话 我需要找一个律师 或者我不干了 嗯 所以说 我们今后呢 对员工呢 也是批评员工的时候 要先讲表扬啊 批评员工的时候呢 你的态度要好 而且你就是认识 不要说人生的攻击 说你是个分蛋啊 你这么愚蠢呢 不要做这样的攻击 你只是说这种情况啊 请你注意 下次不要发声了 嗯 这个保险规没有锁 很危险的 啊 如果丢了钱 你需要赔偿的啊 嗯 嗯 所以说 良好的道德是经营之道 啊 通常 嗯 通常呢 来说 经理需要公平的鼓励员工好好工作 员工 情绪稳定 或者愉快的时候 工作效率才能更高 嗯 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收益 因此 因此 经理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公司的盈利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公司 不盈利 所以他的心情也不好啊 所以我们就说 既然是 我们谈商业 我们就离不开钱 你的企业如果很赚钱 你的产品很赚钱 啊 你的心情也好 你可以给员工发更多的钱 他的心情也好 嗯 所以呢 就说 在商业的时候啊 当然这个是在过去的商业 不是在互联网的商业啊 在过去的商业呢 就是要遵循那种规则 叫做 呃 人无 我有 你做的东西一定是 最好是 人别人没有 就你做 这样你可以卖出一个好的价格 高价啊 然后呢 当人别人有的时候 你卖的卖的 别人开始模仿你了 卖的卖的 别人开始模仿你了 那就是别人开始也有这个产品了 那人当别人也有的时候呢 你要做的更精 价格更低 质量更好 当别人也开始把那个东西做的质量也很好 价格也好低的时候 你这时候就没有办法 你就要转移市场 把那个产品呢 重新转移 获给更多的附加值 就像那个苹果手机似的 他把MP3 照相机 还有手机 还有这个掌上电脑 结合在一起 原来那些东西都是单独的 他结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新产品 那就更有竞争力了 所以说 那些相机厂家 原来生产相机 比如说我们用摄像的那个摄像机 去专门摄像机 原来那些想家 如果是好的这个手机 现在摄像的功能 会要超过他的 所以那些生产相机的厂家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把他们打败的不是另外一个生产相机的厂家 而是从旁边路过的一个手机的厂家 生产手机 这种手机 最后 把他们打败了 刚开始手机上的摄像功能 还不是那么好 所以那些生产摄像机的厂家 还觉得 不用担心 他那个破东西 没有 对我们没有多大背心 结果几年过去之后 那个手机的摄像功能 已经很好 就直接让一些生产摄像机的厂家 的市场 丢失 客户丢失 最后倒闭 所以说 在这个商业里头 我们就是要谈钱 你一定要你的项目的赚钱 不赚钱是不行的 好了 好了 请继续